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过去的星期 香港也发生了不少事 首先讲一些达法会消息 其实港珠澳大桥 有所谓斩检式撥款的安排 政府不把整条桥撥款一次过去撥 再者其实也是因为成本上仗的缘故 港珠澳大桥是经常超资的 所以经常需要很频密地補钱下去 去继续建立那条大桥 而问题就是现在的声称解决了 在港珠澳大桥的小岛 就是人工标移的问题 其实我这条港珠澳大桥起来之后 究竟有没有用到香港有多少利益呢? 坦白说我也是相当不表的乐观 就像这个港珠澳大桥最恐怖之处 其实它就是在大嶼山伸展出去 如果它要去到香港市区 其实它就会加重我们的青鱼干线的交通负担 其实现在已经试过一遍 就是上次青鰻台桥要封桥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是搞到 就是台嶼山和香港的主要市区 那个陆路交通是完全瘫痪的了 现在再加一条大桥去增加交通流量 其实我们的青鱼干线是否能够负担得到呢? 这个是很诚意的 再者也不需要讲环境保护的问题 其实现在香港去珠海、深圳 去珠海、澳门已经是相当之轻易的了 讲珠澳大桥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需要去建 坦白说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需要 唯一可能真的得益的就是我们隔离台 我们的知名网民也有说 其实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 香港人过澳门赌钱可能会快一点 其他人其实没什么需要用到这条 我觉得是这样的大桥 我觉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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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廈大廈工程,先說回事情,應該是2月3日 2月3日的時候,不是2月3日,好像又不是 應該是上個星期,不是2月3日,應該是一月尾 1月29日,好像1月29日 上下,港珠澳大的出交撥款,递上的財委會申請審批 如是者,現在基本上是全民拉布 雖然上星期也說了,有些人拉布,拉得不夠 拉布,特別是說的泛民,拉布不太落力 也不太會拉,但什麼都好,如果現在 都叫做Display到一個稍為不合作的態度,當然是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主要拉布的當然是那四位議員 大長慢,再加毓民 其實毓民還算不算什麼都拉布呢?我都不太清楚 不過什麼都好,毓民有負債出去,衝出去,二次襲擊主席台 但是都是這樣,其實陳健波做了什麼呢? 所以陳健波就直接把所有修訂案全部合併為 即是他減就不夠100條,最終是合併辯論 最後就是剪掉議員的辯論時間 剪掉議員的辯論時間來即時表決 最後在功能組別的議員的護行之下 這個撥款固自然能夠順利地獲得通過 故自然,即是陳健波的展報 那麼大大的展報的行為 當然引起社會嘩然 嘩然還嘩然 始終不是什麼嚴重的政治事件 不及政制或者梁振英連任 那麼嚴重的政治問題 引起不了很多市民或者社會的反彈 雖然很多的傳媒、網民負責 都在磅撲、罵人 如是者,現在看到立法會議員 說真的一句 無論你是民主派也好 直選議員也好 你是金剛能組別議員也好 民主派建制派也好 如今這個立法會 是真的比象肥圖章更加不堪的 是相當之不堪 坦白說 現在的立法會 坦白說 撿了他們 真是好過 是吧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需要 要去審議 是吧 所有的議員 都是政府說 要通過什麼 他就自動幫你通過了 有些陳健波本人也說過 有不少的政府官員 其實都說出口了 是渴望這個立法會 盡快通過 立法會主要掙扎 是負責通過政府的方案 政府提出來的政策嗎 他不是負責去監察政府 他不是負責去審議政府 做得對不對嗎 是吧 其實已經完全無視了這件事 既然我覺得這些人 這樣想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倒不如這樣 樣子都不好做 算是撿了立法會 他就算了 反正都浪費了 但是當然 而如今 當然說立法會 比穿平和穿北克巴巴 就是制度上的 但是其實多得一眾 有幫手拉布的議員 其實就 一名政府 大大少少幾十項的 撥款申請 現在只通過了兩樣 整年 我認為他相當之非常之 這麼大的成功 最好再拉多些 拉到拉瓜為止 遲下那些還有什麼呢 財政預算案 他有狂拉 拉到他 政府要臨時撥款申請 去年好像試過 去年好像試過 去年好像沒有 過往 之前試過 就是那個財政預算案 拉到過了期 就是因為政府不肯屈服 不願意派錢 其實這件事他做過一次 而我們也多一次解釋過 政府每一次財政預算案 做的派檔措施 為什麼其實是差過直接派錢很多 這個是我們做過很多次的事情 但是當然在社會上 願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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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議員 阻礙社會發展 這些我真的 沒有什麼好說 到今時今日 我們知道社會 是真的這些人 但是 陳健波 就主持了 他都相當之牙刷 他就跟議員說 你有本事 你就司法複獻我 真兩句 真的可能司法複獻到你的 這些判的人不一定輸 但是 也要多謝那些 當初有份贊成去修改議事規則 去 加大小組委員會主席的權力 那些議員 包括李卓人 劉慧卿 這些人 歷史真的會記住這些人 為什麼呢 因為陳健波今天有這樣的權力 完全多得這些人 今天 你自己自食其果 但是當然這些人 是香港民主派的老大哥 老大姐 神聖不可侵犯 罵他們就是鬼 對不對 唉 所以真的 香港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 香港要面對的問題 甚至少 經濟的事情 我們過往的半年 幾個月都不停說 有關於 中國 以至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的隱憂 那 繼續講一下 香港的經濟發展 各個大小事務小組 有難幾位 拉布議員 瘋狂地拉布 原始拉布 其實就妨礙很多事情了 上個禮拜早一點 公務小組 又說 因為人數不夠 又流了會 因為已經過年了 當然不出現了 當然不出現了 那些什麼 什麼 就是 那些 什麼 抗拉布這些 就真是 真是做 我相信 拉布都拉不到 問題最主要 原來就是 做一句簡單的 抗拉布措施就是 出席 我們那種 建制派的 專櫃議員 是連出席都做不到的 這個是一個 有時候 雖然我們經常說 很怕 豬一般的隊友 不過看來 有時候 我看法 對手 都很不過豬幾多 不過 他們執掌權力 當然是 零射 惡一些 都是一隻惡的豬 好了 講起高鐵 高鐵的撥款 因為公務小組 因為原本應該先過公務 務委員會 先的 因為留了會 那政府 我現在才知道 政府有這樣的權力 那當初做什麼 就是他索性以後 就是索性繞過一切的事情 現在就索性 不交給公務小組討論 為何可以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為何可以 總之 現在政府就說他可以 現在政府就說他可以 所以就不妖過公務小組 直接 直接 將這個 經濟的企業會份 提交到財務委員會審議 聽說是 九七之後第一次 最主要是因為高鐵 聽說再沒有錢 基本上就會爛尾了 就會出不了薪 根本工程開開 開不了 唉 真是花這麼多 切起這些垃圾出來 當然很多人有賴三有賴四 就說你真的 因為你的資源拖了太久 所以才搞到這麼貴 我真的覺得一件事 我反過來 謝謝這些議員 你高鐵起來之後 這些無底心談 我真的一毫市錢 怎麼說呢 一年年虧 可能每年虧 上數十億 甚至上百億 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 還有 你一地兩件 都搞不定 你起了也沒有用 是不是 之前幾年前 之前還猛說 起了高鐵來 只花十分鐘 我剛才說一件事 如果一地兩件搞不定 連那十分鐘都花不到 但是一件兩件 大家之前都說了 有很多法律問題要處理 除了大家應該頂不住 就是 有大陸人員在香港執法 之餘 在高鐵上車的範圍裡 犯了法 究竟應該交給大陸的 執法員去抓 還是在香港的 政策去抓呢 這是很難做的 譬如其他主權國家之間的協議 你們兩個主權國家 直接談好它 但是香港和大陸之間 就有一件事叫做基本法 這些應該就加到基本法那裡 而基本法就沒有說明這些事情怎麼做 唯一就是叫人大釋法 人大釋法有另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很怕人大釋法 我絕對反對 但是這件事不人大釋法 我覺得基本上搞不定 所以就 香港也是死定了 那 現在陳健波 就說 因為自己和港鐵的關係很密切 所以索勝 就備席了 他就不主持會議 由陳鑑林 就主持 其實你問我 就差不多了 陳健波說 因為避了 就不要讓反對派抹黑他 首先我不知道抹黑些什麼 首先就是他和高鐵之間有利益衝突 就是他自己說的 那我就不知 你自己都認同的事情 又怎麼叫抹黑呢 不過這些人現在都是瘋了 現在基本上上了腦 對不對 嗯 香港就是這麼嚴重 現在香港的確是 的確是 香港只是講了這麼多 講到深火都成了 那一宗教育消息 今天就是昨天 昨天晚上已經有一個消息 今天就是2月4日 但是 這個 這個 全港性系統 評估 就是TSA檢討委員會 剛剛那三個月 就搞得 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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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總是做了個調查點檢討⑧ TSA 這樣做有沒有需要 委員會提出要改良 TSA 將改良版 TSA 今年只會抽一成的小學 試試改良版 TSA 其他九成今年就不用考了 只限小學生聯班 只要看小學生會不會中獎 不過若然改良版 TSA 只是試驗性真 我認為學校未必會花那麼多力量操練 TSA 至少一件事 大家不會再相信抽樣檢查的東西 會影響到學生升學 不過香港人是瘋的 香港家長是瘋狂的 會都不出奇 香港的教育 基本上九七之後搞了這麼久 基本上跟爛了沒有什麼分別 總之現在這樣就這樣 有很多人就罵 特別是那個反 TSA 民間組織 其實很多人都說 這個關注組 TSA 關注組 都說這個教育那一陣毫無誠意 提倡罷考 我就不知他罷考什麼 他是罷考現在這個 老老實實 你來到這一步 如果是抽樣做的時候 其實跟以前做學能測驗 都是好似的 那時候就沒有什麼人相信 因為那時候我讀書的時候 老師都說不用溫的 是給政府用的 不斷意識做多少 做多少 如今 如果真的抽樣做 做少少 抽幾間學校做一下 那就算了 我覺得反過來就是做TSA 英 做的事情 就讓教育那一陣毫 究竟那個教育政策 究竟那個教育政策 就是那個 香港學生的水準去那邊 那我就變了這個關注組 再罵這個教育局 就不太合理 但就好像說 他明白他的矛頭的指向 因為教育局 就覺得 如果今年試過OK的時候 新試過OK的時候 明年 就會所有小學生 都會照考的 但當然啦 這是教育局機票上的傾向 明年發什麼事 就還不知道 不過關注組 只是擺姿態 不過我贊成擺姿態 是擺得很硬 尤其是現在的政府 你跟他擺軟 他就不吃硬 也不吃軟 現在政府 基本上完全是跟你擺硬 最好就是這樣 硬一點 反過來就是TSA 沒有什麼重大政治爭議的事情 反過來就是用這些讓步 香港的事情 香港的事情 先說到這麼多 現在就在中美洲的地區 包括南美洲的地方 包括巴西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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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加拿比海 一些中美洲 拉丁美洲國家 和一部分的熱帶 非洲國家 和小部分的亞洲國家 現在已經驗出了 有債卡病毒 英文叫做Zika virus 的 outbreak 其實就是一隻由蚊去傳播的病毒 最恐怖的是 債卡病毒到現在 就是沒有這個 跟自己的方法 例如不同 那些 病毒引起的疾病 一直都不能醫治 你只能夠增強人體的免疫力 用人體的免疫系統 去自己去打倒病毒 細菌可以用這個 antibiotics 去殺掉它 但其實病毒包含也不行 總之以人類的醫學來說 基本上就沒有辦法 直接將這個 摘加病毒的感染去消滅 只能夠引致的疾病 去減輕 沒有辦法跟治它 最嚴重的是 如果這些債卡病毒 感染到孕婦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胎兒 所以其實就是 為什麼在巴西 有幾千個新生嬰兒 會突然之間 有這麼多的嬰兒 在出生的時候 會有小頭症 小頭症是很嚴重的 其實就是 頭頭零射小 腦零射小 基本上是一個 underdeveloped 一個發展 不健全的腦部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它 有經亂 有感知有障礙 總之就是 你想到腦部不夠大 基本上有很多問題 總之就是 這個摘加病毒 其實到現在 就令到很多 JJP 有很多的先進國家 比如美國 都禁止了 不讓孕婦去那些國家 也勸奉獻國民 不要去那裡 而現在 暫時沒有辦法去制止 它的傳播 現在可以想的就是 不知道會不會好像 伊波拉的病毒一樣 原來伊波拉的病毒 很多年前 原來已經有疫苗 有辦法去對抗它 不過因為1022年 特別在先進國家 這些地方 它的 outbreak 數量太小了 就提供不到經濟誘因 繼續科研和生產 這些疫苗 所以就令到 前年伊波拉病毒 在非洲大爆發 就令到那些疫苗 可以生產 而今在非洲 伊波拉病毒的 蔓延已經消失了 已經沒有新病症了 已經是 而債卡病毒的 這個Zika virus 會不會是一樣呢 我們只能夠希望是這樣 大家聽說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小心點 保護家居的環境 清潔 還有家居有汽水 那些就不要清潔 因為大家都知道 要防止蚊 原來蚊 就好像很差 例如蚊跟蟑螂一樣 原來在全世界 有幾千種蚊 只有三種蚊 是會為人類 帶來這個疾病 就是做這個大病毒的傳播 所以最出名的是 白文伊蚊 蚊 剩下一個 我忘記了是什麼 其實只有這三種蚊 但是蚊實在太過 生命力很強 也很容易可以生長 又要攤水 它夠長時間 不需要很長 它就已經可以生過蛋了 所以蚊要消滅 很困難 現在只能夠避免 在香港就相當在一個 比較壓熱的地方 比較難去避免 即是這種情況 outbreak 很明顯 這些病毒 都是相當地區性的 繼續說一下這個國際消息 其實跟我們債卡病毒的爆發地點都很相近 好 看北一點 向上看一點 對 就是美國 美國的中選舉 會在今年年尾舉行 但是現在 剛剛過去的星期一 2月1日 他們的Iowa 那個大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團大會 第一個黨團大會 第一個叫Caucas 就開了 當中是他們兩黨的黨員 也真的去選出他們心儀的總統候選人 即是他們黨內 代表他們黨出選 選前相當之熱爆又火紅的特朗普哥哥 竟然在Iowa大約倒了 被Ted Cruz 以幾%的選票 28對24 打敗了他們的居然 而今 這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因為我們知道 在選前任何民調都顯示 Donald Trump其實是相當之 Ahead of others 至於全國地區等級 都是所向披美的 而另一個很驚喜的是 在選前民調總算排第三 的Marco Rubio 出來的結果也是排第三 因為Ted Cruz排第一 Trump排第二 Rubio排第三 所以其實 名次沒有大變 除了第一二位 但是Marco Rubio 都拿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選票 所以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 是真的在選舉裡面 去支持Marco Rubio 所以 實際上被民調顯示 他真的做得好很多 所以 究竟會不會 其實真的在共和黨裡面的 一些建制人士 或者一些正常的 共和黨人 會不會 最後可以反破 將Marco Rubio 推翻成一個 相對比較正常的 共和黨候選人 大家要看下去 說回民主黨的狀況 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 只有三十候候選人 只有 Keter Kentons Bernie Sanders 和 Martin O'Malley 那 他那個 就選舉 那 Martin O'Malley 拿不到15%的 Democratic 支持 那 他就 那 他就 沒有了 就是他拿不到15% 他就要分開給其他 所以 最後 他得到的 Democracy 是0% 那 這個 相當之 不 驚訝 大家都 沒有人知道 他是誰 有國際知名度 就是 Hillary Clinton 但是 在Iowa 這個地方 在選前 希拉里 只是 比 Bernice Sanders Sandis 都是叮噹碼頭 有時候Sandis 高一點 有時候希拉里 高一點 主要是希拉里 高一點 1-2% 甚至是 不足1% 而真的 Turn out 出來的結果 嘩 真的 他還 close 過 大家 計算數字 兩個都是50% 的選票 但是 基本上 希拉里 只是贏一個馬匹 而已 只是贏一個馬匹 而已 當中 也有一些 細選區 聽說 因為 兩個候選人 完全打成平手 原來是靠 紮銀仔 紮銀仔 去決定勝負 聽說 我真的頗不民主 什麼都好 Iowa Caurcus 只是整個美國初選 第一站 下個星期 應該下個星期二 到新刊部12週 就會舉行 他們的Caurcus 兩黨都在一起 再遲些 有 Super Tuesday 應該就是 十幾個州 一起的Caurcus 到時候 會很清楚 知道哪一個 是 代表兩黨出選 而如今 川普在新刊部12週 民調 是以十幾二十個 大幅拋離其他候選人 看起來 基本上 我覺得川普 沒什麼可能 在那裡輸 但是 只有 都不用 時間 因為下個星期 我們就知道 看起來 看起來 都頗穩陣 特朗普 不過都是一個 細州 都是一個細州 人口 不太多 Iowa 也不太多 佔美國 100% 很多白人 很多宗教保守派 很多人 會扭回去 投一個宗教保守的 Ted Cruz 好過一個 林急抱佛腳授 扮虔誠教徒 的特朗普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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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民主黨 Sanders 是大幅領前 Hillary 那麼我相信 Hillary Klinton 在新刊部12週 當然也要落一點嘴頭 那麼 如果 如果Hillary Klinton在新刊部12週做的成績 好過他民調的話 我覺得Hillary的勢就在了 結果 其實在新刊部12週 都肯定是Sanders得到的天下 但是 以全國level來說 Klinton依然是比Sanders 做好大概12%的 大概12%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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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那我自己 就說 不會說一條 我已經說太久了 但也說了超過半個小時 不過還有少少 topic 想跟大家說的 那麼 話說 上個月 在美國 有一個 Rapper 叫做 B.O.B. 我想他叫做 Bob 他在這裏 把名字寫成 B.O.B. 當然 這些藝名的東西 就很難說 他喜歡 就這樣可以這樣叫 他就說了 在Twitter 發放了 一個相當之過癮的消息 他就放了一張照片 在他登山的時候拍照 他就說 背景有兩個城鎮 他就說 1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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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攤商 16公里 同一時間 可以出現在 他的照片背景上 所以他就說 地球應該是平的 The world is flat 過往這百幾二百年 我們一向都知道 地球 當然不是平的 地球是圓的 一個球體 是星球 這位哥哥 當然是假的 很多人 跟他的理論 其中一個叫做 Neo Tyson 一個很出名的 網上名人 說很多科學 也看了很多科學的YouTube Channel 都拍片招呼這個人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招呼這個人 就 沒有什麼用的 當一個人 他能夠 尤其是他這麼有自信 他覺得他 給到的Proof 這張照片 就可以證明到地球不是平 不是圓的 不是一個球體來的 是Flat的 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覺得這樣 是很聰明的時候 我就覺得 跟他reason 都有點曬氣 好幸好這種人 不是真的很多 但是 怎麼都長期 在這個世界上 是存在的 我不知道其實 是不是精神病的一種 當然而事實上 雖然 真實來講 能夠Proof 到 這個世界 即是能夠 上太空太望 地球是什麼樣 能夠 坐任何的交通工具 任何方法 環繞全世界 走一個圈 的人 是好笑好笑的 但是基本上 現在我們 present出來 給所有人看的 那個 evidence 基本上 沒有什麼 人是可以 deny到 地球是 一個球體來的 這些 這些是 比 文藝 藝復興時期 還要老早的 問題的人才會 問的 理不論是 2016年 都還有人這樣想 所以 人類的 intelligence 有時候真的 很難搞的 真的 有人說 是不是基礎教育失敗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事實上 我們的基礎教育 就是 教我們 我們的小朋友 地球 是圓的 為什麼 進度是這樣說呢? 有些人 特別是在美國 其實我見很多 這些人 其實都不認識美國 很多先進社會 是有很多這些人 就是政府說 所有事情 他都決定不相信 或者 他們perceive 是政府告訴他 或者 社會的elite 說給他的話 他全部都不會相信 他很喜歡自己去找 自己去找 找 這個 證據 哪怕證據 多麼不合理 也好 或者 別人告訴他 為什麼不合理 也好 那 這種人是長期存在 當然這種人的人數 比較少 希望這些人 不會 為我們社會 帶來一些 衝擊 多數都不會 不過 Bob 最多都是 Rap 阿哥 很聰明的 在Twitter 和 Tyson 理論的時候 他是讀一段Rap 歌 說出來的 令我搞到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真的 嘗 假裝傻 博宣傳 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覺得 總之 這一刻 聽說 他還未認輸 坦白說 都不會認的 就是 其實 現在 新的Mathmetical Models 基本上 就 strongly suggest 很強烈地有證據 顯示給我們看 在太陽系 是有第九個行星的 第九個行星 就不是我們十年前 將他踢出九太行星行列的 冥王星 不是 LITTLE PLUTO 根據IAU 最新的行星定義 當然 因為 我們發現很多 Exoplanets 之後 對於行星的定義 基本上 都 更新 但是 對於 大陽系的 行星定義 就 不是很大 那 哪幾個行星呢? 其實現在行星的定義 就是Planet的定義 它也是說 要圍繞著一個星體 一個星體 就是classified 做行星 一個星體 去orbit 另外 它自己有足夠的質量 去維持一個大概圓形的形狀 還有 它本身有足夠的 gravity 引力 有mask 可以clear 去orbit 即是它軌道上 除了它自己之外 是沒有其他的 垃圾 有些什麼 行星大 那些 沒有這些 但是看來 這個 冥王星 自己 是不行的 因為 它的行星 軌道裡面 仍然有很多 其他太空的object 其實有很多小行星 矮行星 甚至有矮行星 跟它的軌道相交 那 隨著我們太空科技 觀測力的水準 越來越 越先進之後 其實我們 對於 海王星以外 的太陽系 的了解 其實是多了很多 其實 我們一句我們所知 其實我們在這個 海王星以外 例如我們以前認識的 冥王星Pluto 其實就是 不是以前認識的 我們現在認識的 不過現在是不同的樣子 我們 心裡好像 將它排擠了出去 希望它不要太傷心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 在這個 海王星以外 的一個 海王星以外 的一個 天體大 叫做Kuiper Belt Kuiper Belt 其實就是一個 超級大的地方 有很多的天體 包括很多的 矮行星 Draw of Panas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認識的 冥王星 另外就是 谷神星 等等 這些 這些 比較新發現的 Maki Marky 我不知道 總之是一些 新發現的 十數年發現的 矮行星 這些就不能夠 十年內 發現的矮行星 他們環繞太陽公轉的 軌道 是相當之奇怪的 當然在太空 就沒有什麼正確方向 當我們在太陽的北極 正上方看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一個問題就是 原來我們有很多 在Kuiper Belt 裡面的 小 矮行星 或者我們的 天體 他們運行的軌道 全部 原來都 編在一邊 什麼編在一邊呢 比如說 我們玩一個 太陽是一點 或者玩一個 桌圓形 如果沒有任何干擾 的情況之下 這個桌圓形的軌道 第一個時候 軌道應該是 一個圓形 先 很正常 一個 perfect circle 接近 但是 這些就不是一個 perfect circle 是一個大桌圓 鵝彈形的東西 並且 太陽 照計應該是 它的orbit 中心 而它們不是 是完全是 在太陽的位置 如果在這個 鵝彈裡面 其實全部傾向這個 右邊 我們天文 天體學家 或者天體物理學家 的計算之下 用數學無人計算之下 他們 基本上覺得 這樣的情況 絕對 不尋常 最有可能的解釋 最likely的解釋 其實 在冥王星以外 在太陽系的邊緣地帶 當然太陽在邊緣 是邊緣很重要的 因為太陽的引力 真的 可以 延伸到很遠很遠 我們都未計算 不過 我們仍然未以光年計算 再說 用天文單位 但已經是很遠很遠很遠 那 他們覺得 為什麼 矮行色 軌道這麼奇怪呢 極有可能是因為 因為 在海王星以外 Kyber Belt 有一個 有地球 十倍質量 的一個 第九個 Planet 的存在 才可以 製造到 這麼奇怪 這些 小行星 這些 Kyber Belt 其他天體 這麼奇怪的 orbit 但是 如今 就只是在 數學上 去 suggest 它的存在 它來證實它 它來證實它 它來證實它的存在 始終 都是要靠 看得到它 所以 但是 當然 現在就是 以太空望遠鏡的科技 要看 就 容易過以前很多 始終是有困難 因為始終那麼遠 距離太空遠 一個 反向太陽光的時候 它可能是很難看得到的 並且 如果這一刻 距離太陽 距離太陽 也可能是很遠很遠的時候 大家記得 這個Planet 9 距離太陽 距離太陽 是更遠 過 明王星 遠過 明王星 很多 所以 如果 海王星 有時候 比較難監測 其實 如果看了Planet 9 是很困難 很困難 但其實 大概 百多年前 當我們發現 人類發現 親眼用望遠鏡 看到這個 海王星存在之前 其實 海王星本身 都是一塊 純粹用數學模型 來預測它存在的 一個天體來的 直到 它用數學模型 顯示它存在 十數二十年後 十數二十年後 才親自 用望遠鏡 看到它 因為 當時科學家 用數學模型 大約計算得到 究竟它在哪裏 那麼 Planet 9 其實 人們說 在這年 2016年 會有更多 計算的結果 能夠顯示得到 究竟 它大概在哪個位 如果在哪個位 要捕捉它 就會容易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 在哪裏找它 所以 這個 對於 我們這些天文愛好者 或者 我們也不問 科學人 我沒有例訪 那些 純粹是一個 少許科幻發燒 少許喜歡天文 的人 其實是很大 很大的 興奮的消息 就是我們 原來有這麼多行星 在太陽系裡面 這集是這麼多 下個星期 因為大過年 所以下個星期 中港台會暫停 這個節目一個星期 我們再下個星期 即是2月16日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